来自茂林及桃园区的族人 在高雄市国土计划审议专案小组会议进行前 针对部落间地不足 以及旧部落可能被划入国土保育地区等问题 向专案小组提出说明 期望审议小组能将族人诉求纳入划设考量 我们茂林的第一水田跟第二水田 能够扩大范围 建议我们的政府能够划设为农市 让我们的百姓没有居住的地方 能够回到它的农地来盖那个房舍 因为目前我们茂林部落 我们这个建物都很保和 由于目前土地化分草案 桃园区部分旧居落 以及不少族人原本的农牧用地 都变更成国土保育区 族人虽曾透过驱公所向市府提出诉求 却不被市府采纳 因此族人前往市府城勤 旧坛部落本来就是以前 祖先留下来的原始的部落 他们主张是说 希望我们政府把旧坛部落这个部分 改成农山农市 他们继续国一 第二点就是说为了我们桃园区这一次 快四百件的不予采纳的部分 写了一些资料 送给七公所送给原民会 到这为什么会变成不予采纳 不予采纳可能我们一直在怀疑说 是不是前部 以后所有的这个 我们图丢变成国一国二 所以大家族人会比较担忧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可能会成立叫做自救会 有自救会来替族人把关 捍卫他们的情谊 对于族人的诉求 师傅表示 待审议小组讨论后再做回应 桃园区族人表示 用地性质的划分不同 将改变原本的土地利用方式 连带影响族人的生活 对此桃园区族人 也将在近期成立自救会 集结族人的力量捍卫土地权益 原始新闻歌手高雄市采访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